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画一只袋鼠妈妈 首先我们从袋鼠的头部开始画起 我们沿着这里下来 到这里这边也是一样 然后我们画出它的脸庞 这个时候我们画出它的下巴,画一笔 这是两个耳朵的位置 我们现在把耳朵就画上 我们在耳朵这个地方画一个浮现 然后下来 这里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样,也是在这里 然后沿着这里下来 我们在耳朵这个地方画一笔 头部与耳朵连接的位置我们画一些毛发的效果 现在我们把袋鼠的眼睛鼻子嘴找出来 我们先画它的鼻子,你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腿 然后找出它的眼睛,我们先用弧线代表它的眼睛 一个 一个 两个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在下方 我们继续画上 它对应了下方 代表袋鼠的眼睛 我们现在把眼睛黏起来 我们现在画上代数的眼珠 一会儿我们的眼珠需要填充为黑色 我们在眼珠里画上高光 我们给它画上睫毛 不必是一只带着小宝宝的袋鼠 像这样 我们在鼻子上也画上高光 我们沿着袋鼠的眼睛 上方画出它的眉毛 我们顺着鼻子 中间我们画一遍 这个时候我们画出它的嘴巴 我们在它的脸庞上 画上像这样的小线 头部就完成了 我们现在画它的身体 首先呢我们画它的手 它的一个手的高度在这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位置 这个手的高度也在这个位置 它是张开双手的 好 我们现在顺着这个下来 画它的胳膊 一定要这样顺下来 因为它还有手指 像这边也是一样 好 我们现在画它的手指 我们已经画了一个 我们在旁边 画一笔 这边也是 画一笔 下来 好 胳膊的下方 在这个地方 先画一笔 好 代表它的身体会这样的 一边下来 那现在画它的身体 沿着这里 好 我们顺着把它这些脚画出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画下来一笔 一个脚 然后从这里衍生出去了 到这里 然后下来 把它的一个肚子 在这个位置 这只脚它是抬起来的 所以我们先不着急画 把它的身体画下来 然后再定出它脚的位置 这里下来 画到这里就行 它这只脚很大 抬起来 然后我们画出它这只脚 这只脚 代表它这个脚 然后把这个腿连起来 这是脚掌 有点厚度 在这个地方画 然后我们沿着这里下来它的脚趾 现在呢 我们把这些线连起来 沿上 我们画出它的尾巴 顺着它屁股这里 然后长出去 然后挡着它这里 然后挡着它这里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里画一个点 这边也是一样 它感觉像是这样长出去 所以我们直接顺着它 用在后面挡住了 看不到 袋数嘛 有一个大袋子 对不对 画出它的大袋子 画起来 像这个大口袋 把这边连下去 因为我们有时候一笔画不完整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笔 在它的脖子的地方 画上一笔 画一只小袋数 在它的口袋里 这个时候我们找到大概这个位置 开始 也是从头开始画起 我们先用定出小袋数的头部 是吧 画完是一样 然后呢 我们也是画出它的耳朵 找出它的鼻子 然后呢 画出它的眼睛 用作 像这样 然后呢 也画上睫毛 眉毛 眉毛 我们小袋数是 闭着眼睛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画那么多细节 然后在它的鼻子下方 是这样 像这样 像这样 小嘴 脸上也画上一些 双手张开的姿势 然后在它的销售 它也是有一个口袋的 它也是有一个口袋的 我们也给它画上它的小口袋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把袋数的眼睛涂成黑色 还有鼻子 我们的袋数就画完了 那我们现在开始给袋数上色 我们下期见 写并 的 一 再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